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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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了 這麼快的 玩具TV第十三季 第十一集 現在還在茶暴羅 現在還在茶暴羅 由太空樂園落地球去茶暴羅 究竟有沒有去茶暴羅 因為我們要介紹的 叫做新鮮熱辣的ROBOT ONE ENEMY系列MSV的吉姆CANON 今次都用了 ONE SHOP 用之前剛剛吉姆 就是ROGC80 紅白黑版 當然 轉東西轉色 但這顏色很吸引 因為始終你在地球打 本身又有相關 吉姆CANON 其實我覺得也是幾經典 當然生產數量不多 但其實發配到地球也有很多地方 用來做鎮守 因為始終你吉姆都量產數多 將它變成吉姆CANON 無論在維修也好 裝備上也好都會移交很多 有六成的部件都可以跟吉姆共用 下面 挺有趣的 它比較像雷射大炮 對於BANDA來說 它都是非常泛用性的 一六成的部件都是共用的 其實我正正想說 基本上手、頭、下盆 全部都是吉姆CANON 當然了 既然已經出了 GMCANON這個紅黑白版 你出過沙漠色 又有多難呢 我們請攝影師班人幫我們 先進一步 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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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它有少少偷看 不大問題 不要緊要 看一看主體配件 另外它玩Robot魂 特別是MSV系列 最好的地方就是它工具多 炮、吉姆的機關槍 吉姆的雷射槍 以及最重要的大炮 加上盾 一應俱全 也不僅僅 還要私人 也不是私人 你付錢就多一個雷射劍 因為不夠位 雷射劍又在旁邊 這個真的問你死了嗎? 不是雷射劍 這是射擊Effect 說錯了 不好意思 另外除此之外 玩MSV的 反而最重要就是這張 跌吧 繼續跌吧 緊張吧 麻煩 還要透底 黃色很難透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我暫時關掉背景 不要拍照 可以拍照 可以拍照 這些貼字 根據你喜歡哪些號碼 可以配上吉姆 Canon 另外 我也想推銷一下 當然 你問我質素 稍後再說 他每次的盒子都很獨 這次也沒有特別跟隨 之前的博散 因為他沒有得跟 但是 完全營造沙漠戰的風格 以及被他騙了 這麼多舊化 要吃自己才能做到 好 說完封面 終於完成一隻東西 不斷裝裝給大家看 再加速 再加速 在台灣 最重要始終都是GCanon跑 就這樣垂直插進去就可以了 學家說暴力出奇蹟 搞定 其實本體已經完成了 其實我給他最吸引的是 官徒蹲下雙槍 認得真 基本上你很難看見這些畫面 對 很有趣 膝蓋的兩楕 兩楕拉花很有趣 其實外形真的很美 也說多一點 本身沒有特別上色 淺啡色也是混合出來 深啡色更加不用指望他會和你上賣 不過 本身之炮 其實是上了金屬色的 它本身的顏色跟身體都相似 不過它就變成金屬色 這是漂亮的 當然眼睛也是用透明部件 裡面也有電鍋層面 所以看上去也非常吸引 所以本身縱使它沒有上色 大部分 一樣在外形上我覺得也是吸引 另外它也有些簡單一點的 疑印貼紙 整件事就豐富了很多 其實如果你真的像Walker那些玩 就一定滲一點線 就非常英俊 差兩碼子的事 其實大家也要留意 為什麼Walker今天沒有店 它好像是否今天是家居隔離 是否Walker正在旺盡 對 另外也真的要說回一些技術 剛才說了玩robot魂 最精彩的就是它的工具 後面這個heap位可以揭起 就安裝這個 大炮用的扣 就可以揹很多東西上去 Bazooka Bazooka 其實揹好東西上去也未必好看 不過既然大家都這麼開心 就不差再可以 展示多一些東西給大家看 另外剛才說了 槍有兩把 三把 Sorry 神經病 機槍 雷射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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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支是經典 但威力是最削的 所以我不會拿它 拿當然是拿一支大的 拿著 拿著 再裝上另一支機槍 真的非常有型 這支機槍是拿手 沒錯 另外還有什麼可以揹 當然是盾 好,塞鬼馬下去 後面其實也有一些可以加武器的位置 有一點反光不要介意,這個位置可以安裝 既然有三支窗的話,可以完全照顧你所有位置 口咬著,也不用,這裡可以塞住 這個設定很棒,整件事都瘋狂,只能說是瘋狂 話說這隻我買多了一隻,有朋友已經拍了頭 我好像有在谷歌說我買多一隻,我下了訂單 我永遠都不記得我幫了什麼人買 對,真是問你死了沒有 但已經有人認同了 第一時間 這個屯蛋發射 坦白說,有什麼吉武是見過,可以揹那麼多工具 等一下,我要收正一點 對不起,我按到你 YES 另外,他本身還有一些 雜誌可以當作裝飾 其實他後面本身也有在HIP位可以安裝雜誌 但因為掛了一支大炮,我就不攪他了 你為了什麼玩,我都揹上去 問你死了沒有 就買了EBAT 對了 既然擺了這麼漂亮的姿勢,不差再試試可動性 巡礼 反正都很瘋了 我喜歡他的膝蓋,這些是超級金色的 他竟然不看了 嘩 我摺到,瘋了 深近一點看一看關節位 是 胸口沒有外合 有 前面 在蹲著 是 可以看看,滿身其實你可以擺到這些姿勢 都可以知道大概這隻吉姆可動性去到哪裏 他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不太明白這個設計 算法他的右邊是否死角 頭 頭 最多都是轉到那麼多 其實監視器未必在這裏 監視器應該都香了 無論如何,港股我都無謂博估 頭是因為他側根之炮的關係 只可以向到望這邊 另外一邊也是因為頂著,所以變成有限 但是其他位 真的要看一看他的胸口 close up一點點 看不看得到是 這樣動 你是不是瘋了 如果他的手 是可以 巧手的 這裏 這邊沒有辦法,因為他要遷就 一支 炮,所以這邊沒有剛才 這個可動關節 不過 想怎樣 大哥 也不需要多介紹 腰 也是在腰中間 分割了 有一個可以向前動的關節 可能遠一點 大家未必看到 我打側給大家看看 你看看 他在這個中間的胸口位 也分割了 可以做到一個可動 變成在前後,雖然我不敢說他的可動性很高 但他也完全關照 向前或向後動的動作 左右當然不用擔心 最精彩的依然是 腿 或者叫heap 那個關節 因為本身他的關節位 我想讓大家看一看 但似乎有點困難 不過 我想用側近這個角度去看 就會好 我先拆一支炮 後面這個蓋不能動 但是 就會去到這裏 但前面完全沒有問題 對 前面更加不用擔心 剛才阿滴也說了 在後面這裏 有一個回彈 當你接近的時候 他就會向後縮 變了不會影響到屈曲的動作 亦可以令他蹲得更加低 而腳腕 這是正常的角度 向上接 好強勁 向後呢 再向後 穿崩但無所謂 好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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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粹說回玩這件事 真的 沒什麼說話好說 可動性強 可動性強 可換性高 有貼紙 有貼紙 有什麼投訴 價錢 買不到 價錢好像我沒記錯 500多 無論如何 這支槍還可以動 應該是400多 港運 我都說了 嘩,這媒體可以拆 非常有愛 下次留意WhatsApp 我買多了 我實響 我真的不知道幫誰買 沒有人應付 後來也有納物 你買多了 不止一隻 兩隻都對 所以 有什麼好說呢 沒有什麼好說 付錢 剛才還未 還未介紹這個 Magazines 後面這兩邊也有一個 凸位 可以安裝 砲 這支砲 如果他要自己 reload的時候 到底是R會 還是別人幫他 其實我覺得應該都是 未reload 已經被人射爆了 所以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這個錢是不錯 漂亮 雖然時間快 但是 這支 介紹完 我自己是有幾高的評價 QC 我沒說了 沒有什麼瑕疵 可能本身吉姆比較簡單 所以在QC上 不會像高達那些 又要看看他的兩滑 合不合在中間 相識有沒有問題 完全 是不需要擔心的 搞定 介紹 快嶺正就是這些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就後追 我好像印象中 印象中 有的 是加油的 沒有什麼 照計吉姆 沒見過就覺得 好像要吸引 還有 我不要說吉姆 剛剛早派出的那支 健康 Gundam 砍到媽媽都不認得 那支其實是極好玩的 所以坦白說 在玩具的質素和價錢 其實未必 真的很掛勾 那支也是極佛的極佛 又可以拆甲又英俊 QC也好 299 還是399 真的問你死了嗎 茶菠蘿背景其實未用完 稍後見 才比較好 那天 又是 還在 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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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